是什么样的动力督促着我 在周末的这一天 不顾严寒 穿着睡衣 也要来公司里边上班 工作是责任感吗 不对 是他妈英伟穷啊 天天起早贪黑的上班 你们这一个一个的都买4090 你跟我说一说 你买4090的钱是跟那挣的 你带点老弟行不行 我不想卖电脑了 今天这个形象不是很好啊 没有办法 昨天晚上喝大了 来周末吧 我们休息 但是呢 调试员的通知呢 我们有几台机器需要上下电视 这台没有办法 也等着上电视 上完电视拍完的时候 抓紧时间给客户发走 所以今天周末 我又从家里跑过来 来给大家上下电视 现在在大家面前三台机器 全部都是4090的整机 这两台是白火神 中间这台是黑色的火神 火神最近这一道 为什么卖的这么好呢 是因为4090降价了 火神是降的最多的 最低的时候降到了15000 现在应该就在16000左右 黑色的话便宜一点 在16000以下 白色就是在16000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位 我们代买整机的话 到时候你们看一下 想要买这个4090整机的话 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我这顶评论可以 一键跳转到我的淘宝店 咨询一下客服 咨询一下实时的价格 那这一台机器 给大家上电视的话 从这边开始给大家介绍 这是一个Bowhouse EVO RGB的 新款的机箱 在原有的机箱的基础上 加了这个RGB的灯条 这个机箱呢 是成本要比 不是RGB的要贵50块钱 但是老款的已经停产了 没有了 加了这个灯条的话 我个人觉得吧 什么情况 就是50块钱 如果你装的话 这个灯条应该是 成本都过不住的 这个灯条里边 还是做的 还是非常细腻的 连利的东西 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那这台机器呢 可以说是连利的铁粉吧 风扇的选择 是连利积木三代的风扇 有连利的灯控软件 整体装出来的效果 在这里呢 刚好借这两台机器 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连利积木三的风扇 这是棱镜4 Pro的风扇 你就是你大眼一瞅 你觉得它里面 两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有一个粉丝给我打电话说 他说你在视频里 比较衰 你这乍一看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仔细一看 还不如乍一看 那他们两个 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咱就实话实说 就是这个风扇 是28块钱一把 就是你能够看到 你在镜头里边 你们看不清楚 但是实际上 你在装机的过程中 话说你拿回家 看到这个风扇的话 你说这是一个 二三十一把的风扇 然后你看连利积木三的风扇的话 你大概能够看到90块钱 就是它的质感和 做的工艺是它的三倍 这个不过分 但是这个风扇 为什么要卖的178呢 首先它有连利三的灯控软件 其次呢 它有这个专利费在里边 还有它的品牌溢价 这个风扇呢 也就是这么贵 很多人就说 一个破机木的风扇 为什么要卖的那么贵 我觉得吧 大家没有必要上干上下 连利呢 它是明码标价 它就告诉你了 这个风扇是多少钱一把 你觉得贵的话 你可以不买 明码标价都没有什么错 而且市面上不让出 这个机木的风扇 是因为连利 把这个专利给注册了 其他的不能就是 随便的去做这个 积木拼接的风扇 可能讲到这的时候 有的人就觉得 觉得很不舒服 你这是个大奸商 怎么样 如果这个连利积木的 风扇的专利 是你的呢 你第一个做出来 这个东西 你做出来这个拼接的 这个积木 是你的专利 你发明出来 设计出来这个东西 靠这个专利去挣钱 你还有没有 就是啊 它贵了怎么样 没有必要 我们常说一句话 要想公道 打个颠倒 就是我们 对面想一下 只要人家商家 但是明码标价 他不骗你 他不黑你 反正我就是这么多钱 觉得贵的话 就能选择其他的也可以 能接受这个家务的 想要这个积木的风扇 装出来的感觉的话 那就选择积木的风扇 没有必要上开上线 一台电脑而已嘛 天天给自己气的 就真是受不了 这台机器呢 是我的廖亦 这个你看这不上学 这个字都不认 反正是廖先生的一台 14900K盒装 加上4090白火神的 一个纯白海景房 采用了连利积木三代的风扇 我把它配置给打出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配置上面的 有客户的下单时间 因为配件的价格 普通还是有点大 每次大家打出来配置的时候 大家参考一下 下单的时间 那这台机器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中间这台机器的话是 我的粉丝 陈大阳 陈先生的一台4090的整机 他采用的是 爱奇的14700 也是采用的盒帮 怎么有钱人都喜欢用盒帮 是吧 散片都不用了 我把它配置打出来 大家参考一下 同时呢 它在备注栏里边说 要预留四个硬盘线 什么硬盘 机械硬盘 萨达固态吗 预留的线呢 没有看到预留的线呢 我待会问一下 这个装机员 如果是它疏忽了 立马罚款 这种事情怎么能疏忽的 写的很清楚 要预留硬盘线 它的配置给大家打出来 它可能要用很多的硬盘 用很多的硬盘的话 它不得已选择了 这个机箱还是不好说 不知道靠裤是怎么样选择 但是人家确实选择 这个海盗城的 7000D的这个机箱 这个机箱还是蛮大的 然后这台机器呢 我的粉丝李宇蒙 宇蒙 是不是个女孩啊 它的一个弹药裤的 纯白海景房 同样选择 刘白定制的包摩模组线 但是这个线 明显就 这装机员的疏忽 这个线怎么这么乖啊 然后这个下边的线 也不整齐了 对比一下这个 好像差很多啊 打回去让它反攻 重新把这个线给捋一捋 是吧 你两三百块钱 买一套线材 你搞得来 它不整齐 你不是让人家骂你吗 这个待会儿 我给装机员说一声 重新把这个线捋一捋 捋得整齐一点 弄得不像话的最近 它的配置呢 我也给大家打出来 14代的i9加上4090 白火神 纯白的海景房 划硕戴亚裤的机箱 也就两三万块钱嘛 是吧 看来i9加4090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啊 还是一个纯白的海景房 整体装出来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它的配置打出来之后 大家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就是还有给大家说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的这个奖品 我们已经打包好了啊 应该是在周一会陆续的 给大家发出去 这台整机 稍微有一点问题 这台整机 我抽的这个低等奖 这个整机 我不是拿来玩了两天吗 是了是 发现这个显卡有一定的问题 显卡拿回去做收获了 显卡还没有回来 反正是一个4070态的显卡 回来之后呢 统一给大家安排发出去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中奖的客户 三等奖的客户 它是我们台湾上的 我们试了所有的快递 发不过去 奖品的话就是 我们先放到我这 等到你回归的那一天 我一定给你送过去 好吧 现在目前的情况 是不好发过去 等到回归那一天 一定把简笔给你发过去 先放到我这 没事 留白记得了 今天呢 就这么多事情 安排一下 调试员呢 抓紧把这个打包 给靠户发过去 这个该处理的 这一漏的问题 该处理的 处理处理 我也回去休息休息 加班过来转一趟 不给大家聊这么多了 拜拜